全红缠即将迎战新的对手 陈宇希恐无缘下届奥运会了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家好,我是芊宇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跳水界 这两位炙手可热的小天后 她又要迎战新的对手了 这件事可比追剧还刺激呢 毕竟跳水界的竞争 那可是比春晚的小品还热闹 听说这次陈宇希可能无缘下届奥运会了 这个消息一出来可真是炸开了锅 让咱们这些吃瓜群众呀 都忍不住要搬好小板凳 好好看一看这场跳水界的宫斗大戏 说实话这个跳水界 简直就是青春饭的代表了 尤其是女子十米台 那更是年轻选手的天下 看着那些曾经奥运冠军 一个个都是十几岁时就站上了领奖台 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绩 就开始慢慢的下滑了 最后彻底的被更年轻的选手超越 这不就像2016年这个 李约奥运会的冠军任欠 拿下冠军没多久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一年后呀就被新生代的这个小将张家琪给击败了 所以呀这个跳水界的竞争 那可真的是相当的残酷 但是也有另外的 比如全红蝉的师傅陈若连 那可是两届奥运会十米台 单人冠军的得主 三届奥运会金牌获得者 虽然最后一届参加的是双人比赛 但那也是相当的了不起啊 所以就有人猜测 全红蝉在洛杉矶奥运会上 可能也会像师傅一样 只参加双人比赛 不会再参加单人比赛了 不过呢 这只是猜测 毕竟全红蝉可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 那可是史上最年轻的奥运三冠王呀 不过呢 说到全红蝉的新对手 那就不得不提这位来自四川成都的李瑞希了 这个小姑娘今年才12岁 就已经是跳水梦之队 新一代运动员的佼佼者了 比全红蝉还小整整5岁 看着她在全国跳水锦标赛上的表现 那可是相当的抢眼了 虽然成绩还是差了一点火候 但是毕竟年纪还小 前途不可限量 所以外界都称她为全红蝉水花消失数的继承者 这个评价呀可是相当的高了 而说到陈雨昕呢这位曾经的奥运冠军 可能真的要和奥运会说再见了 毕竟她比全红蝉大两岁 在跳水界这个吃青春饭的项目上 两岁可就是一道难以愉悦的鸿沟了 看看陈雨昕最近的状态虽然还在国家队集训 但是明显呀已经不如全红蝉那么有冲劲了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陈雨昕可能会止步于此 无缘下届奥运会 而全红蝉呢那可正是当打直年 虽然也面临着发育的困扰 但她可是个不服输的主 看看她为了减重 那可是下了狠心的一个月就减掉了16斤 这对于一个跳水运动员来说啊 那可是相当的困难了 要知道在跳水界 哪怕体重和身高有一点的增加 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体的协调力和判断力 所以全红蝉的这次减重呀 那可真的是一场硬仗了 不过全红蝉也不是孤军奋战的啊 她可是有着强大的后盾的 她的师父陈若林 那可是跳水界的传奇人物了 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眼光 有了陈若林的加持 全红蝉那可是如虎偏翼 再加上自己的刻苦训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相信她一定能够战胜眼前的困难 继续在跳水界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而说到全红蝉的比赛 那也是相当的精彩 记得那次全国运动会 全红蝉可是遭遇了国内一众冠军选手的围攻呀 那些选手各个都是世界冠军 奥运冠军 实力可不是盖的 但是全红蝉那可是相当的镇定自若 凭借着出色的发挥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最终成功逆袭夺冠 这场比赛可真的是让人看得是热血沸腾 仙潮澎湃 所以全红蝉迎战新对手这件事 那可是相当的值得关注的 毕竟跳水界的竞争那可是相当的激烈和残酷 看着这些年轻的选手一个个都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的样子 他们可能都想在全红蝉面前呀 证明自己超越自己 不过我相信全红蝉一定能够顶住压力迎娜而上 再创佳季 好了本期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聆听 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